美日非三国领导人即将举行会晤 针对我们中国的包围圈正在扩大 拜登出招狠辣 我们该如何破局呢 各位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今天我们话不多说 直奔主题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近日有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以及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 将于4月份在美国华盛顿 举行首次三国领导人会谈 确定加强美日非三国军事合作 以此呢 遏制我们中国在东海 以及南海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坦白讲 当我看到这条新闻后 第一反应就是 美国针对我们中国的包围圈 又在扩大了 众所周知 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他的对华战略之一 就是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 以遏制我们中国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呢 美日韩三边联盟成立了 奥库斯成立了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出现了 短短几年时间 美国在我们中国周边 是构建了一系列多个军事小圈子 并且这些小圈子 还在不断地壮大 越来越多国家被迫加入其中 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打手 从这件事来看 我们不得不说 拜登的执政能力 远超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他的阴险狡诈程度 在近几届美国总统中 都可以拍得上号的 那问题来了 美国针对我们中国的包围圈 正在不断地扩大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该如何破局呢 对此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 在稳住东海和南海的态势下 我们最好的防守 就是进攻 要破局 不能只是被动的防御 应该跳出这番起义 主动突击 我们可以向西发展 重点放在中东地区 说直白点 我指的就是以色列巴以冲突 这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政府为了泪挺以色列 宁愿与全世界对抗的决心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 这就意味着 不到万不得已 美国他不可能放弃以色列的 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巴以冲突进一步外溢 扩大成中东战争 那美国就得调集更多的军事力量 为以色列撑腰 甚至不排除出兵 进行地面战争的可能性 基于此呢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假如中东战争扩大化 那美国很可能被迫重返中东地区 然后陷入新的战争泥潭当中 看到这儿啊 可能有网友会好奇了 为什么是中东地区 而不是利用俄乌冲突来破局呢 其实我觉得理由很简单 因为俄乌冲突 无论我们支持哪一方 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只能保持中立 虽然俄乌冲突是涉及欧洲地缘安全的重大问题 在这件事上 欧盟北约会寸步不让的 但经过两年多的现实证明啊 美国它是不敢下场乌克兰的 从上所述啊 俄乌冲突不是破局的最优解 中东才是最适合破局的地方 只有将美国的力量 大部分牵制在中东地区 美国才不敢在亚太地区 集中权力 对付我们中国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战略空间 以及时间 去抓紧发展 壮大我们自己 去弯道超车 当然了 相信我们国家早就有运筹帷幄 会有更高明的战略的 我们国人就听从国家号令 统一行动即可 各位说是不是难 好 欢迎各位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